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初一身军装视察东部战区 要解放军权力强化实战化的军事训练捍卫国家主权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 习近平向最靠近台海的东部战区喊话中国军队要勇于打仗 当时也被解读是在针对台湾 而日本共同社24号也引述了大陆官方内部文件 指出习近平早在2020年就曾向解放军喊话 要大家做好可能打仗的准备 还表示欧美的衰败已经展开 习近平点出东方阵崛起西方阵衰亡 认为随着大陆军事经济实力增强 和西方国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无法避免 尽管习近平强调区域冲突要是爆发可能扩及其他地区 但他否认另一场事件大战爆发的可能性 而美国也持续关注台海局势 但对于解放军是否真的会在2027年前武力犯台 美国中情军局长伯恩斯则表示 大陆对于攻台需要投入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充满疑虑 美国退役中将斯蒂芬·拉德也告诉金融时报 除非中国能够实质地控制台湾 否则中方在台海战争没有胜算 或者有类似香港的情况发生 否则台湾将维持现状 但无论如何解放军仍会持续对台施压 金融时报也披露 大陆采取的切香肠战术正在逐步地改变台海现状 更有防卫专家认为 美军对中嚇阻战略是错误的方向 应该要在威吓之余安抚中国 美中之间对于台海议题屡屡交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会不断地加强和中国大陆的沟通管道 避免发生冲突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大陆先前也一再强调 台海议题是美中关系的第一道红线 大陆外交不喊话布林肯要美方相向而行 而非说一套又做一套 否则台海情势恐怕在天紧张 记得林涵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